投票所前大牌长龙 在台湾的民主社会里 可以用选票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但依目前的宪法规定 20岁才能行使投票权 民进党团就喊出 支持18岁公民权 让年轻人能够提早参与争执 其实民进党是第一个提出 在立法院提出 要将这个投票权下降为18岁 让青年有公民权的第一个政党 年轻人他们的自主性 还有包括他们独立判断的能力 都是非常的优秀 那我认为台湾其实也早就应该 要顺应世界的潮流 还有随着我们年轻人的 这些独立自主 让青年父权 让年轻朋友在18岁就可以拥有 自主决定国家未来 跟参与这些公共政策的 这个投票权 年底选战进入百日倒数 但除了选市长议员 以及里长之外 还有一个重头戏 那就是18岁公民权的公投 修宪的门槛高 公民复决的有效同意票 至少要有965万以上才能够通过 为此也有议员在街头挂上看板 以表支持 这一次的修宪案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是台湾历史以来 第一个就是修宪复决的案件 一个案件 所以我希望说 可以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这件事 因为很多人没有参与过 应该说台湾的人都没有参与过 这个复决投票 所以我希望说 大家要知道说 我们这个复决投票 是在今年的11月26号就要投票 也希望说大家可以来支持说 18岁的公民权路线 议员呼吁民众站出来投票 其实在这次的选战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年轻一辈都跳出来参选 竞选团队也有年轻化的趋势 但究竟能不能够成功修宪 还得看大多数的民意取向 记者林嘉义沟雄报道